记者梁伟明综合报道,2018年法国公开赛青少男单决赛,我国第四种子增俊新闻扎文靶,7比6,7比5,6比2班导现任世界青少年球王巴依茨,Sebastian Baez,夜市小球王首度笑胖金杯,也是台湾史上第二位勇夺下大满贯青少男单冠军的新生代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佳人在永和乐华夜市摆摊卖糖葫芦的曾俊新,今年初澳洲公开赛青少男单决赛虽失利取居亚军,不过夜市男在信心满满,夏天红土大满贯卷土重来,果然连战皆解破天荒宫顶圆梦,并继2008年法网轮员的小胖杨宗化后,近十年来我国大满贯青少男单夺贯的未来希望, 今年8月8日才满17岁的曾俊新,目前世界青少年排名第三,面对年长一岁且擅长红土作战的阿根廷头号种子,开赛他虽先遭破发,仍从1比3连赶三局,双方拉锯进入抢期,夜市小球王错失4比2领先, 所幸5比5将持时连下关键两分,顺利先持得盘4盘曾俊新乘胜追击,历经丢失率先突破,顺势再报3比1压制劲敌,关键第7局曾俊新把握8一自2度双雾再度突破,5比2听牌时爆发锁定空前胜利。 曾俊新稍事休息,双打决赛还将在输机,他与同胞合成锐排第5种子,对决非种子的杰克什提勒,Andrech Steyler,日本田岛上辉,夜市小球王有机会在天惊喜,缔造媲美女将梁恩硕今年初奥网青少女包办单,双打双料冠军的佳绩,夜市小球王在法网青少男单夺冠, 曾俊新成台将是胜第二人。 Andy Cheong 提供,夜市小球王在法网青少男单夺冠,曾俊新成台将是胜第二人。 Andy Cheong 提供,夜市小球王在法网青少男单夺冠,曾俊新成台将是胜第二人。 Andy Cheong提供夜市小球王在法王清少南班夺冠 曾俊新成台将是胜第二人 Andy Cheong提供